第十三期的题目呢,有一点烧脑,但绝对是驾驶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情况,我们多看多学,浴室才不会手忙脚乱哦。 走了,起座题咯。 二十一题,图中这个控制按钮是调节什么的呢? 在图中有一个车灯的标志,还有上下箭头,很显然这是调节车灯高度的呀。 如果我们后备箱放货物很重,车的尾部会下沉,车头上翘,灯光也会跟着一起往上翘,那么就需要我们把车灯调低,这样不至于闪到对面车的驾驶员。 关键词,Higley,调节,La haute d'or,高度。 二十二题,我正在开车的时候,仪表盘上的红色指示灯亮了,我应该怎么做呢? A选项,可以继续开到下一个修理场。 B选项,必须马上停下来。 这道题有两个条件,一,正在行驶,二,红色灯。 看懂这两个条件呢,我们知道答案选择B。 遇到红色警示灯亮了,我们当然要停下来,不能继续开了哦,很危险的。 刚启动车子的时候,红色灯也会亮一下,不用担心,它们马上会消失。 或者真的有故障,那就不能开了哦,需要排查故障先哦。 关键词,Allume,亮起。 二十三题,我必须定期Beriodicum,定期检查哪些选项呢? A,发动机的机油,B,冷冻液,C,电池,D,刹车油。 这些题呢,我们只能记住哦,选择A,B,D,必须至少一个月检查一次,这样才能减少路上不必要的麻烦。 生活经验之谈一,电池,那出发前车子无法启动,最后发现呢,是电池的问题,它没电了,平时的疏忽就会导致问题的出现,从而耽误了行程哦。 二十四,其实呢,这道题和二十一题问的是同一个位置,它问什么时候调节这个按钮呢? A,选项,雾天的时候,这又不是雾灯跟大雾天,没有关系啊。 B,选项,当我的车装很多货的时候吗? 是的呀,二十一题已经解释过了,装货多,你的前车灯会太高,需要我们调低,不要闪到对方。 关键词,utilize,使用。 二十五题,自动挡车里的挡位,B的位置是什么意思呢? 我们选择A选项,是Buck,停车的意思,那B选项呢,是低速的一档位,C选项是空档的意思,这个都知道,咱们记住就好了。 二十六题问道,坐在车里,我们应该如何安排这三项顺序呢? 首先,应该调节座椅,C选项,根据自己腿的长度呢,查看是否能顺利踩到离合、刹车和油门,同时调节方向盘高度,然后调节后视镜,最后才系好安全带,把自己固定在座椅上。 四个选项,只有C是先调节座椅的,所以呢,这道题的答案是C选项。 关键词,Sierge,座椅,Hétoviser,后视镜,Sendure,安全带。 二十七题,这道题是问,禁止停车到哪里结束? 我们有时候习惯性的就选择背从牌子开始,但我们要看题问的是什么哦? 图中牌子的意思是从这个牌子起到下一个路口为止,禁止停车。 图中问,什么时候结束?那当然选择,阿选项,到下一个路口结束啦。 关键词,L'interdiction,禁止。 二十八题,高速公路上我们停在这里,右侧这个橘色的长条箱子有何用呢? 阿选项,回电话用的吗? B,身体不适的时候。 C,车子故障的时候。 D,告知交通事故的时候。 当然选择B,C,D啦。 这里的电话呢,是给突发紧急事件使用的,谁敢用它回电话呀? 关键词,An malaise,身体不适。 Une ban,故障。 二十九题, D上的白线意思是stop线吗? 必须不是啊,这是减速线。 远处前方有大牌子,快到转盘啦,我们得减速慢行哦。 这是为了帮助我们减速的,可不是让我们stop的,选择B选项哦。 三十题,图中黑夜这种情况,我有权利用什么车灯呢? 夜晚没有路灯,路上还没有车,远离市区,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远光灯选择C选项。 因为这里没有路灯,所以开近光灯的亮度和宽度呢都不够,所以呢,不开近光灯,我们开远光灯就好了。 这道题,答案选择B,C。 记住够的考题,不光是为了应付考试,等开上心爱的小车车,你就会知道知识的充沛是多么的安抚人心。 加油,小伙伴们,爱你哟。